欢迎 有点晕了就全是最佳现场 不管做什么就得最佳现场 那三个都灌了吧 好贵啊三个名款 我们是很有品质的 你挑哪个品牌来灌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还是学校吧 学校 什么时候灌 学校这个我那个什么十一 十一开始灌 下面谈成价钱 出生在鹤乡齐齐哈尔的人群 1993年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在上学期间就接拍了儿女情场的多部影视剧 毕业后凭借在少年包心天中 公孙策的出色表演 更是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如今的人群在大家印象中 除了是一个演员 这些年更多的是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在商界不断扩充自己商业版图的老板人权 其实呢我们知道因为人权涉猎的行业真的还挺多的 所以我们记者也是精心为你准备了一份叫做人权产业规划图 我们先帮我规划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哈 就是上面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个领域 插上红旗的就代表已经是你涉猎到的了 那其他呢没有插上红旗的就代表你可能会涉猎到或者他们觉得给你建议你要去从事的行业 好好好 那个物流你有可能去涉猎吗 物流目前没有 运输行业 没有 金融应该可以 金融有涉足 已经有涉足 IT呢 IT怎么讲 没有没有 目前没有 这边人应该快了吧 是 10月1号 哈 可是全哥就是对你这种全能型的人才来说 我就特别想不明白 您开饭店也OK 什么都可以 您开美容院是给谁使的 这个真的有点就是乍一想是想不着的 对 昨天李冰冰去了 对 她会经常去 那你的答案是 对 给李冰冰开的 不是她必须也得去花钱去那个什么也去美容的 包养 像您这发展的路下里过几年真的上市了 这几个 你会有这个梦想吗 你每天真的就上市了我的公司 在两年前有过 现在又破灭了 真的想过 两年前因为受了周围朋友的影响 不过自己 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弄弄弄弄弄上市了 我说有那么容易吗 觉得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一个追求 还有就是说 人有点梦想或者幻想 我觉得生活也总是好的 我觉得应该会成真的 因为 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人权的这个历史 其实就能够发现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每当有一些危难发生的时候 人权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据说曾经有两次 非常危险 跟死神擦肩而过 他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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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吗 这人 先说一下就是那个 是不是有一次拍戏 为了赶时间遇到一个重大的车祸那事 这你们也知道 我从来没说过跟媒体 真的没说过 我们从天生的朋友那里都知道 是的 是有的 这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 就是晚上拍戏 那天下了雪不来 要